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來看一下 同資必休克 休克休克來 50萬個小資族 叫ABC 安妮安妮你怎麼了 不是那個休克好不好 上課來上課了 50萬個什麼 小資族最想問的 萬五之上該存哪個ETF 該存哪個ETF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自己有買什麼ETF 有 什麼 買0050、0056、6208之類的 之類的你是怎樣啊 你大資族喔 我現在閃物有個缺點你知道嗎 買ETF就要買股票一樣 股票買成50檔 我說買ETF就好了 結果買ETF還是買個十幾檔 你到底幾檔 三檔吧 三檔 不要騙我這三檔而已嗎 三檔也太多了啦 跟女生買一款 不很像 跟女生買一款啊 這個款式三個顏色我全部都要 對啊 全部包色包起來 全部包色包起來喔 0050 這大家知道我們台灣50嘛 前五大全職股 大家會介紹 還有006208嘛 是不是 對 6208 欸 6208跟050不是都一樣 對啊 一開始買0050覺得太貴 所以後來換608 喔 換608 然後呢 然後還有買0056 0056嘛 也是高股 高股息的嘛 高股息 等一下都會通通介紹 小資族 Nuna是小資族 看起來是很大資族喔 好不好 沒關係 小資還大資沒關係 可是Nuna絕對不能說 她身體太大資 好不好 沒關係 在開玩笑的 我們來請教三位 最專業的分析師 江國中 江堯老師 來 哈囉 大家好 這個存股 實際很重要 現在是萬五對不對 萬五因為今年跌4000 是 然後現在談1000之後 還是相對安全 你不要等到萬七萬八才來存股 那個時機就比較不好 不要好 就屍骨無存會不會 好恐怖喔 第二位來來來來 我們的裴詠俊 裴若曦的弟弟裴裴詠俊 歡迎老師 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這邊的存 如果要存ETF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這個時機點是對的喔 是 其實我覺得名字是個 是個曲 是個好天 是個藝術 像裴若曦嘛 大家都知道 若曦怎麼寫嘛 那有人說把若曦 改成那個 那個甲若的若 然後西是那個 夕陽的那個西 有沒有 日日盤 那個西 有沒有感覺就很有氣質 有沒有 裴若曦有沒有 好像沒有 這個人笑話 對不起 這段可以卡 隨便你們 好 來 第三位來 陳維泰 好 維泰 專業的分析師 來來來來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就幫大家來解答一下 就是小知足的問題 到底要怎麼樣存 ETF 好 來來 今天 五萬元五之上 該存哪個ETF 我們最近超專業的老師 來請教你一下 我們請維泰老師 就是哪一種 我們有各種 三大種類的ETF 告訴你 Luna剛才已經存了兩種ETF了 好不好 我們三種ETF 三種裡面 我們有每一種ETF 會介紹大概兩到三種 而是萬五之上 該存哪個ETF啊 對 好 看這個主題之前 我想先問一下哲哲 是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呢 最近的市場上面 發ETF的一個數量 比原本發這種所謂的 傳統式的開放型基金 來得還要多 對 為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 我很久沒有聽到 那是什麼叫傳統開放型ETF 你要先講啊 我是說 我們很久沒有看到 聽到 就是那種廣告說 哎呀 這個某某投信 要發一個什麼黑馬基金 要發什麼這個馬拉松基金 對不對 這是我自己選股票的 就是傳統的那種基金 是 對不對 可是現在我卻常常聽到 就是靠經營人的魅力 我要選一些 對 獨家標的的股票 沒有 可是現在沒有 可是現在就是被動型的 對 現在呢 我們感受到就是 好像過兩三個月 就有新的ETF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可以感受到 其實ETF的投資啊 可能會成為未來的 台北股市投資的 另外一個主流 老師 像ETF 今天最新新聞 500萬人啦 哇 500萬人有ETF 四個裡面就一個有ETF 對 就一個人會買ETF的習慣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老師 來 台灣ETF的規模 這個是大大的一個增加 無下阿蒙 無下阿蒙 已經不是無下阿蒙了 對 OK好 過去台灣的ETF 從2010年的15檔 到今年已經增加到234檔 成長將近15倍 我不是那麼多欸 真的非常多 等一下 我不知道以前那麼少 我不知道現在這麼多 對 我特別去請小編幫我去查一下資料 就是說 我也不會看那麼多ETF啦 真的啦 既然我喜歡的看起來 今年其實新掛牌的ETF 有12檔 今年到目前為止喔 比證交所的數據還多 證交所以前還有目標 一年要IPO 30加 現在都不敢講了 那不是證交所的問題 是台灣現在也沒有什麼 以前是天池第一人和 有大陸隨著大陸發展啊 有一些IPO 鴻海上市櫃啊 很多家公司上市櫃 現在上市櫃都很少 然後上市那些IPO的 然後有KY股的 一下子就被人家罵得要死 對 所以現在證交所也不敢設什麼目標 我今年要目標 在證交所上市櫃多少 對 沒錯 這樣都很少 很少 好 可是呢在今年 從年初到現在 這個新掛牌的GT5的基金 也才9檔而已喔 基金 對 剛剛ETF新掛牌是12檔 對 基金是9檔 你說主動式那一種對不對 對 說什麼統一奔騰啊 統一黑馬啊 就是靠基尼的魅力這種 對對對 所以ETF已經整個贏了 就贏啊 全勝啊 為什麼會這樣你知道嗎 穩啊 你想想看嘛 我今天要設一檔基金 我要找一個操盤人 像你這樣子的 有資歷的 有實力操盤人 那就很貴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發一檔ETF 我就跟著指數買就好了嘛 只要取名字取片就好了 我找一個trader 對啊 我找一個trader 然後就照著指數的一個比賽去買股票就好了 跟著複時指數 對 對 所以呢 當ETF發的越多 我跟各位報告啊 這個投信的買超天數就會越多喔 大家都在講說 最近投信是連續買超38天39天對不對 破紀錄啊 會不會創破紀錄 我跟各位報告 還會 還會 為什麼越每個人都要啦 對嘛 ETF再發 它就必須要幹嘛 按照ETF的一個這個所謂的內容 去買進它的指數裡面的一些成分股嗎 欸你不講還好 統一分成統一碼 像這種主動型的ETF 好像要70%嘛 對 要至少70%是買股票 30%可以現金 是 那這種股票是怎樣 全部都不能 有現金 幾乎 幾乎不行 他 解敷 一般的ETF呢 大概手上的現金啊 大概都大概10%左右 他不會太多 還是有10% 有那麼多 還是 對 還是有 對 還是有 甚至有些更低 對 就更低 有些更低 所以ETF發的更多 投信就只好繼續買股票 所以你看喔 差別是這個喔 有些 有些主動型的基金 統一滿貫 統一 那個馬拉松 這種 統一奔騰 統一黑馬 是馬拉松 馬拉松是統一吧 群一馬拉松 你看現在 現在不行了 你看名字都給他記錯了 沒有啦 那都蠻優秀的基金 對 過去非常非常紅的基金 可以現金少一點 現金至少到兩成三成 對不對 有時候現金要兩成三成 可是不是 ETF我是現金要很少的 大部分人去買 所以我只要認購 就得買股票 對 像新世代的投資人 像LUNA這種 我請問LUNA 你有聽過統一奔騰嗎 沒有 你有聽過群一馬拉松嗎 沒有 有聽過大滿貫嗎 有 有聽過 真的有聽過 嚇死我 真的有嗎 你有聽過0050 0056對不對 對 有聽過 所以新世代的投資人 大概就會朝向ETF 再放下去做一個 而且手續費便宜啦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規模越來越大 為什麼台灣的手續費坑人啦 哈哈哈 ETF很貴喔 好是 整體ETF規模 從833億大幅增加什麼 2.23兆 成長高達25倍 25倍 25倍 OK 但是呢 ETF種類 這個變多 檔數變多了 這個大家 關心程度越高嘛 你關心程度越高 那心中疑問可能就會增加 就像現在大家很關心的說 萬四沒進場 那現在漲到萬五 我還能不能夠存股 沒關係 你如果找不到股票來存 就存ETF 所以ETF怎麼存 趕快跟大家報告一下 存ETF 那ETF那麼多種 我要存哪一種 我們先 做試調 好 先做試調 來 我們先講 ETF那麼多種要存哪一種 我們先看這邊 對 先做排名來看啦 對 這個是7月份 台灣ETF定期定額的排名 排名第一名 哇 0050 剛剛Luna有買了 原大台灣50 目前呢 Luna就是 就賞戶中的賞戶嘛 你看0050它也有 0056它也有 對 0086的08也有 對 接下來他可能會去買那個 0062 0062 608也買了 對 00692它可能在那裡看 對 00881可能也會下記 對 等你買完這10檔之後 記得通知大家 我們幫你辦個Party 好 對 所以這個就是 7月份台灣 第一期定額排名 可以發現這前兩名 哇 這個交易戶數 就是申請第一期定額戶數 有高達 154000多個戶頭 跟12萬1000多個戶頭 這都是非常非常熱門的 一個ETF 所以我說真的 如果說各位這個 投資朋友小吃竹 如果說真的不知道 要選什麼樣的股票 可以看一下 大多數的投資人 都去選哪些 去選哪些ETF 大家第一名就是 你看交易戶數15萬的 源到台灣50 好不好 7月份是7月份的 對 這是7月份的交易戶數嘛 這個月而已嘛 對 關於7月份就有十幾十萬人 買台灣50 我買台灣50 對 你有沒有覺得 Runa很興奮 想看這個 7月份你有沒有買這些 哈哈 哎唷 還是 最近應該是有賺錢 應該是有賺錢 Runa看起來很開心 我存很久了 存很久了 好 有啊 很有毅力 7月份就十幾萬人 哇 這麼多人在交易 這些 好不好 哇 真的很 真的是不錯 那是讓我們看一下 這ETF白種 我不知道 到底我要存哪一種 好 來 ETF總共分成 包括像指數型 還有像剛剛看到的 高股息的類型 以及產業型 槓桿型 或者是像商品型 哇 好多喔 譬如說玉米的啦 玉米期貨啦 原油期貨等等 那比較適合存股的呢 就是像指數型 高股息型 跟產業型 槓桿型不適合 對 這三種我慢慢分的 槓桿型為什麼不適合 其實應該是說 它槓桿型 第一個 它的一個禁止 有可能會持續的一個下滑 時間會內扣啦 對 時間會內扣 有沒有 就是時間越久 你一直被它扣血要幹嘛 對 是不是 沒錯 你是要正報酬 你不是要一直有付報酬的 對 也不是這個 這個就要 用槓桿型的比較適合 短線上面操作 短線抓短折啦 沒錯 這跟大家講 對 那如果要做這個 所謂存股 或存ETF方式 最好是要挑選 這種有配息的 無腦的啦 你這樣才能夠抱得久 傻多啦 就噴了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監章老師在笑什麼 監章老師對ETF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那個網路 非常嗨 非常嗨是不是 說我非常嗨啦 來來來 指數型 指數的ETF 主要就是來看這個 它是跟總體經濟聯動度 就是跟著市場的指數來走 是是 那麼只要經濟持續的成長向上 那麼這個股價都會持續的向上 是 OK 但是它所配發的股息相對比較低 低點 它就不是標榜嘛 不是標榜這個所謂高配息 OK 那它的波動性也相對比較大 因為它就跟著指數去做一個波動 例如說像0050 台灣50 或者是號稱越南的台灣50 越南50叫00885 富邦越南 這都是跟著 這我第一次聽過耶 是 00885富邦越南 難怪那麼多ETF 剛剛的上一張表格裡面有喔 有喔 ETF 7月份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有嗎 00885有 有啊 富邦越南啊 欸 大家怎樣 放大放大 富邦越南啊 它一萬多人交易物 白紙黑字耶 真的有啊 嚇死人 這麼多人喜歡越南 對 對對對 這我都不在 選到東西的 然後智能電動車 你看 那個取的名字好不好 對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取個名字 好不好 這智能不錯 這個叫國泰 我要取個名 譬如說 哲哲智能AI電動標車 是不是聽起來就 就感覺標車 感覺股票會標股啊 是 電動標車 聽起來是有標的感覺 是 對不對 名字要取的 智能又有AI 又有電動標車 什麼都有 好不好 你推出來的時候 記得call我 call我一下 哲哲智能 我一定會認購這樣子 ESG 電動 台灣越南 AI電動標車 好不好 全部都有 沒有 好好好 往下 好 我剛回來那一張 嗨喔 來 指數的ETF 來看一下 高股 指數的 復班的像台灣50一樣 就 你有他就有復班的 你有他就有越南的一切 越南股市長 越南最具指標性的個股就在這裡啦 好好好 如果看好越南未來的發展 就是買這一檔啦 高股息 還有另外一種是高股息 是 要選哪一種就知道 你要先選 確定你是喜歡哪一種 這個剛才是穩 這個是說跟著 跟著大盤走 跟著指數走 比如說越南股市的指數 大概台灣股市 所以這個你看到台灣股市 比如說一萬五 是 那現在早上一萬七 基本上你一定有賺錢 對 你只要確認指數 不會再下去了 要開始上去了 那我們這個指數型ETF 就可以找機會去做介入 這很重要 就是你抓指數的轉折的時候 你就可以多買一些 這很重要 來 高股息類的ETF 對 那高股息類的ETF 就是適合就是這個領股息的 所以它必須要有穩定領配息的一個特徵 那這 那當然 你要領股息 當然可能就要留意一些所謂的一個稅務的問題 OK 那現在高股息的ETF 其實已經分 還是有在細分 分成這種所謂的一年配息一次的 半年配息一次的 或者是繼配息一次的 對 像剛剛的00878就是繼配息的嘛 對不對 OK 好 那所以這個就要看每個投資人 你對這個所謂現金上面的一個需求 到底是如何 OK 好 那比較 我記得00878好像沒有出現多久而已喔 它 古然的那個掛牌的一個這個時間 就是還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 可是現在已經都排前幾名了 對對對 就因為它繼繼配嘛 是 因為它強調繼繼配 所以跟大家講 台灣高股息是老牌的 我這個繼繼配 哇 這個局面是不錯 我要越越配 我跟他有四名 好 周周配 周周選 周周配 水 我跟妳講一定馬上成交量變第一名 我看這些人都不夠煽動 應該找我來 我把他把他取的名字 周周配 配鼓勵 我配個0.1元我也開心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高股息類的ETF 來 老師 好 再來 產業類ETF 或者是有人稱之為主題式ETF 是 OK 那就針對某些特定的一個產業 或者特定的主題去做投資的 那他可能是類似像直接出貨的ETF 但是他的產業類 因為他的這個Focus的聚焦的點 比較小 所以他的波動可能有比較大一點點 那他也不一定會配起來看狀況 產業就是比如說電動車 5G 對 半導體 是的 有沒有 5G加5G Plus 所以產業類波動可能很大 選對族群 壓對拔 電動車 哇 展翻了就噴出錯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我記得中興關鍵半導體 我們做過專題 結果看一看去 其實跟台灣50還是有點像 因為重要的成分股 還是有在那起單 對不對 產業ETF還是要選 不要到時候掛羊頭賣狗肉 不過你說選個台灣5G相關的 這邊也有寫嘛 5G相關的 我們放大一點點 也有可能 這個是整個產業類波動比較大 另外三種就是指數型的 對 高股息要領股利的 對 指數型就跟著指數走 跟著台灣股市指數 15000點16000點這樣走 產業類就是這個產業類 有沒有標 一起標的股票 這三種 你要先確定你要選哪三種 對 這三種裡面哪一種 對 才知道要不要買 我們來看一下15000 到底要買哪些 我們先從第一個來說 好 如果說投資人是屬於年輕有為型的 就像LUNA這一種 那可能大家可以考慮這個 這個指數型的ETF OK 因為就像剛剛他買了0050嘛 就屬於指數型的ETF 年輕有為反而是指數型的ETF 因為他可以做加差是不是 對 好 因為他是隨著指數的一個 上下的波動而有波動嘛 所以這個只要看對行情 基本上就有機會賺錢 而且他又不想承擔一個 單一個股的風險 這ETF的好處 好 老年人要試得怎麼樣 你怎麼會買高股息的 這個就是高瞻元祖 高瞻元祖 等退休了 等退休 他現在心態就叫等退休了 對 年輕人是高瞻元祖啦 那老年人是為了準備遺囑嘛 對不起 屁屁屁 所以是這個 是適合保守且打算做價差的 熱活退休族 對 他需要有穩定的現金流啦 所以有人就選擇 計配或半年配的 就高股息的ETF 那第三個呢 好 假設是一種 所以谷海老手型的 例如說像江江老師這種 或者是這個 這個產業出身的 產業記者出身的 對 對於產業的 主科打電話 主科最近電話 打過來告訴我的消息 那條電話線 是 先生老師常常這樣講 對 越了解產業 大概就知道 產業的一個趨勢 那他就會選到 對的這個主題是ETF 是是是 好 產業了解 較深的 老手型 好不好 來 來 好 我們看下一張 那我們就開始比一比囉 例如說指數類的ETF 如果指數的話 選哪一個比較好 我們快試試一下 對 到底是台灣的0050 還是富邦越南00885呢 那這個當然度 他們這個市場的一個代表性 是 那首先如果說 其實我們本來 我們好像本來也要比較 那個006 208啦 可是大家常常外面 我們也要比較 我們就比較這兩個就好了 好不好 好 好的 好 那ETF規模 這是一定要看的 因為其實基金 不管是ETF還是一般 其他的規模如果太小 都有可能會 被面臨下市的一個危機 所以 ETF規模是2470億 但是富邦越南是178億 那這個 就是我們0050這個 比較具有優勢的地方 那麼再來這個配息的部分 0050是 最近10年平均殖利率 有高達2.94% 但是富邦越南就比較沒有配息 所以選擇上大概 如果是想要做配息的同學 就是幹 大概就不要選這一種 聽起來台灣50好多 富邦怎麼 富邦怎麼都沒有配息 好小氣喔 不是富邦的越南怎麼沒有配息 越南30指數 有點小氣 對 OK 再來配息周期 一個半年配 一個沒有配 一個是沒有配 流動性 當然這個是比較高 是啊 因為規模大概比較多 對 OK 好 然後呢 前三大持股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 第一個台積電 就只有46.98% 冠軍是50% 然後再來呢 第二名是這個鴻海 第三名是聯發科 4.99% 聯發科大概是3.9% 這三檔加起來就超過51%了 好 OK 那 那 那0062008跟0050 你會比較建議哪個 嗯 富邦的那個 台灣50跟元大台灣50 我覺得 如果就單價來看的話 事實上我會比較選擇006208 比較便宜 手續費也比較便宜 對 對小資主要來講 會比較好入手 好吧 如果 可是如果你有一定資產 會元大台灣50比較好 因為它的流動性比較好一點 對 就當此數來轉折的時候 它其實轉得會比較快一點 會比較快一點 對 會真的會比較快 是的 我是就是它的 因為它每一天的那個 成交金額比較高啦 明顯比較高 如果你說你一次 要丟個比較大金額 會元大台灣50比較適合你 好那00885 老師我想要看一下 第一名是什麼 快速看一下 這馬桑 Group是什麼 哦 它是越南這個零售 跟金融的這個民營企業 哦 相關企業 然後第二個 是那個 Vingroup 越南最大聯合企業 然後房地產開發 哇 越南其實房地產開發很寒 這10年 對 沒錯 大家說哇 下一個中國 下一個中國 我感覺好像不是 不過至少股價先起來了 好不好 越南版0050 可是要用三十奶來做 好不好 那00885 不思為小之主 如果你不然要去越南 好不好 這最近危險 去越南 去天埔寨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好 這個好 這跟大家講 好沒有 這開玩笑的 我們看下一個 所以此數型的ETF 還有兩種 高股息的ETF 來 好 高股息的ETF 這個就是0056跟00878 那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那台灣高股息 跟這個MSCI 台灣ESG永續高股息 是 我們放大一下 看左右兩邊 你說 OK 好 那如果說就規模來講呢 原大高股息是1364億 那麼國泰永續呢 這是873億 那麼原大高股息 略勝一籌 然後呢 如果說在最近這個幾年的 平均殖利率呢 一個是5.03 一個是5.17% 我個人覺得是差不多啦 我覺得因為這回溯 就是漂亮的不準 但是我要是國泰永續高股息 我當然是回測 漂亮的然後都擊敗你了 你聽懂嗎 是是是 以後還在換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這種行銷手法 所以我剛才要找我來做行銷 我剛才我一定可以取個最標的名字 是好不好 標車 類似這種概念股好不好 永續高股息好不好 對不對 我名字叫做 那個 那個國泰 周周配 永續配 有永續配聽起來不是不錯嗎 永續配 超高股息 最高股息 可是不知道這個證教授 會不會允許這名字 好不好 來 5.17% 我覺得這個還是算伯仲之間 伯仲之間 OK 既配 他贏的是既配 一個是年配 一個是既配 所以這個就會有點吸引 我跟你講喔 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沒什麼差 可是這個既配會有 你現在聽人就開心 對 所以樂配趕快 要出一個樂配的我跟你講 就是要想到一個故事 這猴子的故事對不對 招三募四跟招四募章 對對 你居然講他們是猴子 好不好 好 沒關係 馬上點閱率下滑 哈哈哈哈 好 原道的高股息 有些心理的話 不要講出來可以嗎 哈哈哈哈 像 好 像我還是覺得 其實不需要在乎既配或預配 可是有些人就喜歡 是 沒錯 來啦 來 原道的高股息 他的一個內容比較不一樣 他主要是以吃通訊 跟航運股為主啦 那他前三名的一個持股 是陽明 廣達跟這個昌隆 為什麼他是跟著高股息指數 他是跟著 MNCI 不是說 是跟著負實指數的高股息成分股 他是跟著他 那負實指數高股息成分股有沒有 去年有加入殘隆 對 今年有加入陽明嘛 是 所以把他加進去後 就變成這個原因 對 那缺點就是怎麼樣 缺點就是高股息 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漲 因為產總你看他股價 對 比較弱 所以為什麼他有時候比較弱 他有點弱或指標 但他 但他本益比 變低的時候 就是質疑變高的時候 突然加入高股息了 可能股價開始 如果緊急循環股就開始下去了 沒錯 好不好 這是他的缺點 剛好他這兩港就是屬於 緊急循環股的特質 OK 可是這比較特別喔 台泥 可乘 人保 OK 這個其實跟一般ETF就比較不一樣 他是比較屬於平衡型的選股 包括像台泥 可乘 人保 甚至他有一些金融股 大概在比重大概在 3%以下 就是落在後面 所以他是屬於這個比較平衡型 因為他是屬於標榜ESG嘛 標榜ESG 所以呢會比較多的一個個股 因為在第一輪 那也許獲利很好 可是ESG的標準沒到 那麼他就沒有入選 好 而且他還用ESG來篩選嘛 就他只要穩定配息嘛 對 他要考量過去三年 對 如果過去三年那不好意思 長龍 陽明就沒有了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採取很不錯 說老實話 如果他是用這個 過去三年的配息狀態 說老實話 就不會出現長龍 陽明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不錯 我本來還沒有對他加分的 對 那0056呢 他是其實是要看 幫我看啦啦的0056 他是著重在未來一年的預估值 是 那我們就 我們就想嘛 其實今年的這個貨櫃三雄的EBS 還是蠻好的 還是不錯 所以明年他的配息應該也是不錯 所以0056呢 其實我們預估 今年跟明年配息都會不錯的情況之下 所以最近的一個 他的股價走勢 也是緩步往上做一個拉高 也沒有什麼不好 對 但是反而要跟大家提醒說 因為今年的這個金融股 獲利的能力可能不如去年 是 所以如果說你的ETF上面裡面 這金融股比較高 那比較小心 明年的配息的一個數字 可能不會如預期的來得這麼好 我懂了如果這些成分股裡面 有比較多金融股 反而要小心一點點 對 沒錯 就是各有利弊 對 看你喜歡既配還是聯配 對 看你喜歡過去的三年 還是未來一年的預估值 是的 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00878感覺追溯比較多一點 先追溯比較久 這就是高股息 如果你是高股息 你是老年人 你要選高股息的話 這兩個最有名的 各有優缺點 我們再選一下 最後來我們快速再說一下 產業類的ETF OK 那就是剛說的主題是ETF 包括像我們的台灣5G Plus 然後中性關鍵半導體 國泰智能電動車 這都是目前在台灣財政當中 未來兩年 三年或甚至五年 長多趨勢的一個族群 好 OK 那國泰5G呢 這個ETF的一個規模是480億 那殖利率是3.6% 然後它是屬於半年配 那它主要投資的方向 是5G相關的社會股 三大持股 那不用說嘛 一定台積電 什麼感覺也很像台灣50 台積電 鴻海跟聯發哥 對 這個成分股是一模一樣 太像了 所以這個你看 什麼FakeState 我覺得這個 國泰台灣5G 這個感覺有點騙錢的 講騙錢會不會被告嗎 那個希望大家吸引目光 結果掛羊頭 賣羊肉 這樣不會罵 不會告我吧 掛羊頭賣羊肉 可以嗎 你深呼吸 我是覺得一竿子打翻太多傳人 太多傳人 因為我們兩檔也是台積電 跟聯發哥 真的這都一樣嘛 所以都一樣啊 所以說取個很明多名字 它只要給你收管理費而已 但是比例不一樣 比例不一樣 你看錢賣品也是一樣 產業也是啦 來看一下 往上看 我們要有名字 中興關鍵半導體 關鍵半導體 來我們放大 聯發哥第一嘛 台積電 它是放聯電 因為它這是半導體嘛 半導體 所以現在鴻海可能就沒有在裡面 好 但是鴻海切了半導體之後 搞不好 以後就會有了啦 以後就會有了 好不好 以後就會有了 這跟大家講 再來 00893國泰智能電動車 它這個就是 295億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規模 它實在沒有配息 它主要是投資是電動車的 相關的產業 它比較特殊的事情 它投資的標的 是全球性的 包括像是美國的AMD Tesla跟NVIDIA 這都是它 這就不太一樣了 電動車就不太會一樣了 可是如果你要買這種國外的 你還不如去買 國外的 改天介紹國外的那種 那種ETF 又便宜又划算 其實手續費差十幾倍 是有沒有 所以我們來大概看一下 大家有點勢力來考核 如果是ETF的話 國泰台灣5G不錯 規模最大 可是有點想像小台灣50的感覺 中性關鍵報道體有個好處 真的是 還是全職股比較多 還是電職股比較多 可是它贏在職利率比較高 也是半連配 那就是第三個 如果你喜歡買國外的 又是電動車的 是 這個國泰這個就不錯了 好不好 這個也是國外關鍵的 AMD跟Tesla跟NVIDIA 這些股票還不錯 好不好 老師到最後剪短一下 老師你有什麼看法 建建老師 對這些ETF 有沒有想法 如果你可以買 或如果你想買的話 想買哪一種 我覺得 可能個人有職業病 或者說被這個 環境所訓練出來 我還是比較喜歡 股票長期版的感覺 我懂了股票長期版的感覺 好有快感喔 對 這個可能會比較慢一些 所以看自己的投資心態 想要買進了 MACD 黃金交叉 底底高 MTN 動能指標 噴出去買進 展定版 是不是感覺的 老師是嗎 太有職業病 我是聽你耳濡目染下 長大的 沒有誇張的 坤老師你怎麼看 好 假設如果你要分散風險的話 我覺得ETF是一個可以選擇的部分 可是問題有兩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你必須要考慮到它的發行條件 因為比方剛維泰哥講到 像0056 他就要看一年之後的預估的股息 然後呢 像00878 他就看那個過去三年的 那當你做選擇之後的話 你就只能依循它的條件 然後領到它的所屬的配型 這是起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是在產業的部分 剛剛指責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 明明0050 就已經放在那邊了 然後結果還冒出一個00881 然後他的台積電的話 也有三成 所以有很多有那種 台積電的ETF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你的台積電的持股 的比重量是多少 然後這就選擇該島的ETF 我懂了 你如果賣產業的ETF 像剛才說的5G 這是我們看一下 剛才那5G 最後一頁 5G的這個00881 你不如就買台灣50 你又買00881 又買台灣50 感覺要重複買 買一樣的東西 太重疊了 所以這些產業的各善手藏 好不好 結論老師你是哪一種的 你先看你是 年輕有為還是樂活型的 還是孤孩老手型的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 如果是年輕有為的 我想如果是指數型的ETF 那就是可能考慮050 這樣子 你比較熟悉 對 那高股其實我覺得就是 看看你是要半年倍還是季倍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考慮 是 那再來說產業類的部分來講 其實目前產業的趨勢就是 5G啦 半導體 或是電動車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可以去做考慮 因為這個產業類的話 你已經是老手 這個你就自己選擇了 好不好 這個跟大家講 所以都有不錯的標的 萬物資產可不可以存股 可以 所以重點是你要先了解 你是適合哪一種的 哪一種族群的ETF 也很重要 RUN有沒有學到了 有 學到很多 你們明天又買產業類的 什麼國代5G啊 什麼Class啊 好不好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天要留言喔 每集要留言喔 每週一到週五晚接8點上線 135解盤 24教學 最愛的這個話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蛇蛇救救我 你不要這麼激動 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 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 西頸西頸千斤 欸不可以老師 你在幹什麼 因為 nggak抬頭 牌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而且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 什麼你想要頂千斤 這樣可以 發一點好不好 全部都不會辦法 怎麼辦 掉了 都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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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哦 真的有空 哦 哇 哎呦 哎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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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福利社想告訴你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FreeFree 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光臨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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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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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